隔壁娇柔女大学生带着机器人上门找混混说理 娇滴滴地指责对方把音响声开得太大了 都影响到自己考试复习了 可小混混听完丝毫不为所动 说自己是剑桥的留学生 她可以上门亲口辅导 调戏完甚至还将音量声继续调大 女人看见这情况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当场命令机器人帮她摆平 只见机器人通过红外线遥控 将音响彻底关掉 小混混见遥控器不听使唤 便走过去将手动调大音量 看到对方一脸欠揍的样子 机器人也只好来应得了 随着女人捂上耳朵 机器人将音量慢慢调大 你不是喜欢听吗 这就让你听得够 混混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高音弄得不堪其扰 随着音量到达了极限 音响也宣布永久罢工了 而女人回去还没有多高兴一会儿 村子里的该六子又开始大声播放大悲咒 看到劝阻无效 机器人一拳打碎了别人的扬声器 但这也激怒这些人 他们拿起刀来准备砍向两人 机器人立即启动电磁模式 把周围的金属全部吸入自己 这让村民们还以为是士婆神降临 但在外面耍了一天了 娜娜连一个字都没复习 所以机器人就在考场外通过无线通信 给娜娜传答案 帮她顺利完成了考试 但就在他们乘坐托马斯小火车回来的时候 痞子又带着一伙人去找他们报复 娜娜的包也被其中一个扔进了河里 机器人看到后 立即跳下火车去取包 但娜娜却落入了坏人的手中 索性机器人迅速上岸 脚踩风火轮在轨道上急速奔驰 迅速跑回车厢 轻松打倒了所有的恶棍 这动作成龙直呼内行 纵使机器人功夫在高超 也怕关键时刻电量不足 终究还是被混混们给踢出车厢 就在内娜即将被歹徒们侵犯 重演黑公交事件时 机器人及时插上铁轨旁的电箱 光速重回状态 成功返回行驶中的列车 一套幻影日字充全瞬间摆平了一众歹徒 才得以保住内娜周全 随后内娜带着机器人去发明她的瓦西博士纳修理 这个名叫七弟的机器人 正是瓦西博士数十年呕心沥血的杰作 博士希望能通过她所创造的机器人 给这个社会和国家带来卓越的贡献 之后瓦西带着七弟去人工智能研究所进行评估 只要通过考核七弟就可以批量生产 甚至成为机器士兵 为国防武装做出贡献 但作为小组主席波拉教授 却对自己学生的作品感到十分嫉妒 他自己所研发的机器人在七弟面前 就是一堆废铁 于是他让七弟听从他错误的指示 刺伤了瓦西 并当场说这个愚蠢的判断引擎 只会在战争中伤害自己的人 因此整个评估团队最终决定不通过 他们又遇到了火灾 瓦西立即命令七弟立即救人 虽然七弟冒着熊熊烈焰救下了多名居民 但没有人类情感的他直接救出了 那个没有穿衣服的女孩 这让女孩因为羞耻落荒而逃 但他在路上突然被车撞死了 而波拉则抓机会让国防部终止瓦西的研究 并私下里表示只要瓦西愿意转让技术 有个外国买家就会给他几百万美元 然后瓦西不在乎钱 他只想完成他的研究 看到瓦西软硬不吃 波拉就只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他不能给七弟人类情感 他的研究就会结束 瓦西努力到如今 不会因为这么一点困难就放弃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博士从弗洛伊德到荣格 乃至莎士比亚再到马尔克斯 让七弟从这些心理学家和艺术家中 学习人类情感的秘密 并带他出入各个社会福利机构 设身处地地去体验人类独有的情感 但让机器人拥有感情无异于徒步登天 快到月底了 七弟依然没有掀起波兰 但有一天他突然被闪电击中 像是被打通了七斤八脉一样 然后他就有了人类的情感 甚至面对博士的指责还会生气 从此以后七弟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万事万物都变得如此珍视可碰 之后在一次孕妇难产中 七弟还利用骨盆扩张和助推 让娜娜难产的姐妹成功生下了孩子 娜娜也给七弟一个感谢的吻 但这吻让七弟突然爱上了娜娜 情绪难以解脱七弟甚至半夜跑到娜娜家里所吻 这让娜娜非常困惑 不得不同意七弟 如果他能抓到咬他的蚊子 就可以得到他的蚊 出乎意料的是七弟真的把蚊子带回来面对面道歉 而得到娜娜相吻的七弟也心花怒放 从此以后越陷越深 另一边 波拉教授已经与恐怖分子达成协议 他将为恐怖分子提供机器人作为恐怖袭击 但到了交货时间 他的机器人根本不能正常使用 所以他要求再宽限一个月 而波拉教授则将目光又继续投向了七弟 与此同时在得知瓦西即将迎娶娜娜后 七弟也向娜娜表达了他的爱 但这受到了瓦西强烈的道德谴责 我当初教你感情 可没教你抢大哥嫂子 感情是没办法抗拒的 但娜娜还告诉七弟 人类是不可能会爱上机器人 但纸片人除外 这一番话也让七弟心灰意冷 得知这一切的波拉趁机教唆七弟 试图离间七弟和瓦西的关系 因此在第二天国防部的评估中 七弟并没有按照瓦西的要求进行测试 而是继续表达对娜娜的爱 这也让瓦西颜面扫地 但这也让瓦西也非常生气 回到实验室后 他不顾往日的感情把七弟大卸八块 即使七弟再怎么求饶 最终还是被打包扔进了垃圾场 得知消息的波拉把七弟破碎的身体 带回实验室重新组装 他还将自己开发的战争程序植入七弟 使七弟成为了终结者T800 充满了攻击性 他立即冲进瓦西和娜娜的婚礼现场 在那里大开杀戒 抢走了娜娜 但是在逃跑的路上 七弟被警察追上围堵起来 于是他用瓷吸能力 把每个人的枪都吸进了自己的手里 然后拿着机枪疯狂地向警察射击 把他们全部消灭了 然后逃回实验室的七弟 因为波拉想把自己卖给恐怖分子 不服从命令的他杀死了波拉 并组装了无数像他自己一样的机器人 之后他带领这支军队占领了人工智能研究所 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皇宫 娜娜则被七弟软禁在房间里 为了解救爱人 娜西把自己伪装成七弟 混入敌人内部 娜西趁着给娜娜送饭的机会 展示了自己的身份 他还告诉娜娜 他要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拖着七弟 给军队争取发动攻击的时间 于是娜娜开始引诱七弟 说着一堆土味情话 什么我发现你今天有点怪 那就是怪可爱的 你知道我和星星的区别在哪吗 那就是我不会瞧 瞧 咪咪的爱你 这几下把七弟给哄得不要不要的 而军方则趁机切断了所有的电力 第二天由于电力不足 七弟手下的机器人纷纷倒下 但随后这些疯狂的机器人 开始在街上抢劫汽车为自己充电 七哥很快在地上发现了 娜西滴下的血迹 为了抓住隐藏在基地中的娜西 他召集了所有的机器人 开始在里面一一排查 娜西紧张的汗水直流 还好没有被发现 看着就不出来这个冒充机器人的二五仔 并命令所有手下集体转动头部 就这样娜西很快暴露了自己 正当七弟即将结果博士时 军方在关键时刻及时赶到 娜西带着奈娜成功逃离 然而强大的七弟控制机器人 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球体 并在一瞬间杀死了所有的士兵 然后球体冲出大楼 继续改变各种形式 以避免军队的攻击 要不说这不是印度神骗呢 这奇怪的造型也只有阿三能想出来了 在七弟的控制下 这些机器人也变成了巨蟒 不断吞噬着地面的武装力量 之后巨蟒爬上高楼 咬住了军方的直升机 在危机时刻 娜西通过机器人的尸体 连接到其他机器人的控制系统 然后将其全部短路 当机器人失控坠落时 军队立即用电网捕获他们 但七弟很快恢复了对机器人的控制 转向操纵他们变成钻头 一直钻到地下 然后从另一边破土 但这次机器人形成了一个钢铁巨人 为了杀死瓦西 七弟操纵巨人追逐汽车 瓦西看到后立即发射控制器 将巨人瓦解 然后用锯磁铁将七弟吸入车内 成功退出战争 芯片化解了危机 最终造成巨大破坏的凶手 变回了善良的七弟 政府就此次的破坏性事件 把责任全部推到瓦西身上 但七弟站了出来 展示了当初波拉教授改造自己的证据 可即使这样政府还是决定禁止七弟 于是在大家面前 七弟完成了自我拆卸 向大家一一告别 瓦西和奶奶一行人流下了不情愿的眼泪 20年后七弟作为展品 被放置在人工智能博物馆工人们参观 但他仍然能思考和说话 他也将在下一步中再次强势回归